各位小朋友,跟彪叔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彪叔给大家讲不变其理的故事 这个故事啊,就是讲知道林和许寻 两个人负责讲解经文 大家都在那鼓掌啊 其实,大部分人根本听不懂 先跟彪叔竹子竹句解释原文 知道林,许岳,诸人,共在会计王斋头 知道林老和尚啊,还有许岳,就是许寻,许副官 一帮人啊,一起在会计王,就是进简文帝,司马玉 斋头,就是他们家书房书斋 在他们家书房里啊,聚会开沙龙 知为法师,许为督讲 那知道林啊,就是作为当天讲经的主讲人 大法师,许寻呢,就作为督讲 何为督讲呢,就是负责主持今天会议的人 知通一意,四座,莫不艳心 知道林啊,每次啊,把佛经当中 一个义礼啊,给大家讲明白 哎呀,这个四座,就东南西北啊 这个一帮人啊,都是莫不艳心 没有人啊,不满足的,艳就是满足的意思 就没有人啊,这个心里面啊,听的不满意的 也就是说,大家听了都很满意 许宋一难,这个许寻啊 每一次啊,作为主持人嘛,经常有提问 比如说,知和尚,何为般若波罗蜜 然后,知道林给大家讲一下 何为般若波罗蜜 讲得很清楚 就是宋一难一个问题众人 莫不辩误 哎呀,大家呀,都在那鼓掌 哈哈,好呀好呀,我们就想听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好呀 但,共皆有二家之美 但是呀,这帮人啊,都在那儿 皆是感慨的意思 勇,是引勇,二家之美 就是这个许寻和知道林啊 两个人啊,问的问题和答案都说 哎呀,你们两个人啊 哎呀,说得好呀,说得好呀 不便其理之所在 其实啊,这帮人根本就听不懂 都不能够分辨,这个意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大家在那儿,纯粹是凑热闹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知道林和许寻许富光啊 哎,和一帮人啊 一起在会计王司马玉的他家里的书房 开一个小沙龙 当时啊,知道林为当天的主讲法师 许寻呢,作为当天的主持人 知道林啊,每次啊,讲明白一个意理 哎呀,这个东南西北啊,这帮人啊 都是啊,觉得哎呀,我听到非常满意 讲到我心坎里去了 这个许寻呢,每次啊,提一个问题 比如说提一个,知课上何为般若般若密 知道林啊,就给大家解释这个详细的含义 大家呀,哎呀,都在那儿鼓掌说 小许啊,您问的问题正好问到我心坎里去了 我也想听这个题目,但是呀,大家都在那儿 感慨呀,吟用呀,这两个人的这个问答 说啊,你们两个人啊,这个一问一答 可好了,可好了 但是啊,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 其中的道理,都是在那儿,不懂装懂 最后跟标出完整的朗诵原文 知道林许愿诸人供在会计王摘头 知为法师,许为督讲 知通一意,四座莫不艳心 许颂一难,众人莫不辩武 但共基勇二家之美,不便其理之所在 每天跟标书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学古文的翻译读懂 天下之书,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